剛剛我們稍微介紹這兩個有中文的 再來就是你打開了之後有沒有看到一堆範本 這樣我可以回家了嗎? 因為你已經達到目的了,有太多範本可以選了 其實你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還是有幫我們做分門別類 那你應該知道VIP的就怎麼樣? 可以點,但是點了不能用會有點難過 所以就不要點了 我們就先找這邊 反正他一段時間就會更新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看 那比如說你想用這一種的 我就點一下 這個時候他會從網路上把這個範本下載下來 因為這個都文字的比較多 但是第一件事情 你不用急著,開始馬上用 其實你看到他的介面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 左手邊像不像我們使用的PowerPoint 還是一樣嘛 右手邊就是他的工具 但是因為這種模式大家比較沒有在用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預覽 先看看到底你選到什麼 按一下 好,這時候他就載進來了 點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一般我們如果你是用點陣圖的話 這樣錄進去 很顯然就馬賽克了 可是呢 他這個東西都是向量的 所以你放大縮小不失真 有沒有發現這樣 比以前你用的 比較不一樣一點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先看 好,先看 那萬一對這個不滿意怎麼辦? 你看 那一家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回首頁 你就回到他那邊 但是呢 有一種情形 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哈哈哈哈 你想要怎麼樣? 騎驢找馬 我覺得這個我先留著 我再找一個看看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新增 因為這個軟體你可以一次開兩個 三個都OK 但是呢 他會提醒你 如果你太花心了 超過兩個以上 這個時候他會跳出來說 你可能效能會變低喔 哈哈哈哈 所以就注意一下 所以原則照 大部分頂多開兩個 好 那你就再找找看 找找看 有沒有哪一個 你覺得你比較喜歡的 再去把它載入進來 像他有一個蠻不錯的特點 就是他有蠻多是中國風的 其實在我們微軟的PowerPoint 這個簡報裡面喔 中國風的真的比較少 你沒有覺得嗎 大部分有一兩個 但是就是真的少蠻多的 一樣的找到之後 預覽一下 所以你來這邊這樣點一下 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 下次報告的時候 你要跟同學講 我昨天都沒有睡覺好 我沒有坐好 這樣會不會用的 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 看看您覺得哪一個飯本 您比較喜歡的 先試看看 因為他們飯本其實也蠻多的 你就可以先挑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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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